金钱的猎物 权力的前客 米歇尔将受审 3月27日 美国说唱歌手 获得格莱美奖的米歇尔将在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受审 他是涉及数十亿美元的马来西亚伊玛案撤诉和遣返光贵先生的关键人物 伊玛公司名义上是马来西亚主权发展基金 实际是原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和孟建筑私生子刘特佐的储钱罐 涉嫌在美大量购置高档别墅 飞机以及投资用于洗钱的空壳公司而被美国起诉 刘特佐在美国挥霍无度的炫富让他结识包括米歇尔在内的数十位一流艺人 米歇尔曾是奥巴马总统连任的筹款人 在政界 音乐界 金融界都有很厚的人脉 2012年 刘特佐通过米歇尔给奥巴马连任捐款 并受邀参加了奥巴马的白宫party 奥巴马现任后 为继续运作伊玛案撤诉 不得不开辟共和党的渠道 于是就牵出一批共和党内部 以及和共和党有关联的人 如女商人戴维斯 因非法游说被判刑两年 布洛伊迪 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财务主席 因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认罪 还跟巴斯 美国司法部的高级国会事务专员 因室外游说的欺诈行为认罪 以及澳门赌场大亨 川普好友维恩 这些人都不讽或全部参与了伊玛案的撤诉和郭先生的遣返 将于明天受诊的米歇尔 因未注册外国代理人 串谋诈骗美国政府 以及为竞选非法筹款等十余项罪名被指控 如果罪名成立 他可能面临最高22年的监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